大家好,再拍一段影片,再說一件事 Mai Call,Grigory May Mai在香港,美國總領事 新來了四個月 就發表了港上研討會今天的新聞 突然看到,看來看去是說事實 但是很重要,前面也做了一張圖給你看 外交部駐港專員的戰狼來香港 是不是趙立堅來了,調來香港呢? 反正調來也不錯,這些沒有水準,趙立堅水準比較好 你看他罵什麼,不知道他罵什麼 說別人抹黑 罵什麼?先讀官方的 大方決辭 駐港外交部、駐港官員批評美國整理局管制例發揮大方決辭 公然抵抵抗香港,法治、自由 惡意攻擊 港區國安法惡意攻擊,你怎知道人惡意 可能是善意 是不是? 那就煞氣騰騰了,中國人大上海有關釋法 蓄意香港民 蓄意什麼? 蓄意抹黑香港營商行情 要嚴厲譴責,強烈不滿譴責 究竟現在誰代表香港呢? 是中聯辦,還是家超,還是蓬佑基 很有趣,每個人都說同一件事 但究竟怎樣呢?不用那麼多單位,一個單位就夠了 你問我呢?我就認為 在外交上也失去了應有的格 因為別人說的是事實 基本是事實 你可以拼搏它 或者你這樣說是過份了 我們並無此意 希望你尊重事實 這樣就會好一點 那你說什麼大放決辭 別人抹黑你 公然抵毀香港的法治自由有得分嗎? 惡意說人家惡意攻擊你 屬於心 近來很多都是屬於心的語言 屬於心的語言 你對著弱者就可以了 像我那樣 你現在這樣說就能拘捕了 你先試一試人聽 就能拘捕了 任你所說的 我意圖是怎樣你又知道 我愛國是不行的嗎? 不過我講真話可以嗎? 是不是? 就串上官就說有罪 那就有罪了 還有預預 別人就說你這些了 別人就說你這些了 這是事實 我評論了很久了 人大釋法了 我都不會掩飾了 我一向說別人給你一個總的定性就算了 不會跟你爭論那麼多 我們的制度怎樣 林鄭康 都知道我們是如何如何 這樣不應該普通法 基本法 普通 這樣釋法不應該普通法 這樣的事都說得出了 原來我們只是沒有擴大權力 沒有擴大 不是為所欲為 專指挖過萬位來吊救人 沒有為所欲為 我們用自己的邏輯 希望別人接受別人 根本不理會你 別人那麼煩 別人說給 還有這是研討會 他又說給自己人聽 跟屁事嗎?簡單來說 他也說出事實的事情 例如有萬億人走了 那是假的? 何來大事抹黑? 不可以嗎? 那你要是給標準一點 我給我 我說 不是萬億人不是20% 10% 應該香港有12萬美國人 我憑記憶而已 我沒有記錯 可能這兩年走多一點點 也不會達到2% 20% 10% 是不是? 防疫嘛 也正常啊 不要誇大了 我這些就是尊重事實 我用事實來講 你別勒 你以同惡道 你以同惡道 大放缺詞 大放缺詞 吵架你嗎? 語言不是譴責 只是吵架你 我的語言變成吵架你 你美國人那麼多事了嗎? 趕你走 你又試試是嗎? 美國總領事來了四個月 他其實不是來了很久而已 他說的話恐怕已經是美國定性了 現在他首次就是人大釋法 多久也不是很久而已 一個多月前 12月底的事而已 是不是? 12月底的事而已 現在1月底的事而已 12月頭本來就審的嘛 12月底才人大釋法 基本上人家一直盯著你的嘛 頭尾兩個月而已 出現這個事件 好像這麼久了 多麻煩大呢? 當然啦 你有看我的視頻我就知道了 我覺得他的評論是非常之中肯的 我不是說要拆他的鞋吧 美國人 因為他是很符合外交辭令的 他講明的嘛 我們還有1300間公司 我們正面的 但是我們有商業活動幾百億的活動 他指美國不會放棄香港結立關係 有幾百億的生意 尤其是香港市民的友誼 香港你好 香港你好 啊 香港加油 他馬上吵架 啊? 先擋嗎? 哎呀 老粗 這些是外交部那些 他整件事是緣於他一個研討會 他裏面有一段說話 他說這個釋法呢 可能再一步補充會是獨立 我說了是啦 我也評論了是啦 很多人評論了是啦 是不是? 你不認那不認又怎樣呢? 外人我都說 我評論是甚麼呢? 別人一個 你不認真是否認真是假的 他不會說那麼複雜 他不會說那麼複雜 他那些商家都不明白啊 商家是在說的嘛 你當時想他說沒事 小事而已 沒有了黎智精灑 他就說不要緊的 別人不可以這樣說的 一定會說 哦 為所為呢 請個律師也不行啦 別人的印象是這樣 請個律師也不行啦 幾十個理由 幾十八個理由也好呢 即是不讓我請我的律師了 是嗎? 是嗎? 是呀 請個律師也不行啦 有甚麼說錯了? 沒有嘛 他只能這樣說而已 只會這樣說 我不會跟你說這麼詳細的 我們普通法是怎樣的 我們堅法法是怎樣的 我們有個歷史是怎樣的 得夠人理解你嗎? 不讓我請律師呀 黎智英呀 他也沒有干預你的司法 沒有說過話 是不是? 你跟英國的手上不同 我們一定要 介入 我們有責任介入 保障我們公民 黎智英先生 得到公平審判 不審判也不避謝 盡早釋貨 這個是基本的 反而我覺得他不夠 不過可能是他第一次說話 而且那個基本上是一個 那個叫做甚麼的研討 CSIS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網上論壇 請了一些人 這樣說話 包括有自經黨的黨員 其他人說話是恐怖風 你不用喝那麼多這些人 基本上都是各有各講 那就是講一般的東西而已 但當然剛才那句 就是說 人大釋法不妥就辣到他了 可能外交部是贊成人大釋法的 你知道夏寶龍等 中聯辦夏寶龍 跟著接著梁美芬 我講過了 見到湯渣就轉了台 不適合的 一刀切就不適合的 譚耀宗這些失勢的左派 決定要推這件事 是不是北京意思 我覺得 我的感覺是有點矛盾 北京矛盾裡面的統一 撐你當然要撐 但好像不是很欣賞 不如他們所願的釋法 這些矛盾我們要看到 習近平現在想改善關係 但現在你看到這樣的 人家試水溫 美哥試水溫 梅如碎 美哥試水溫 說的話 我覺得他是非常招外交辞令 其實他沒有任何挑釁性質 是不是 同時他在這個研討會上那個 他不是發表了什麼文告 不是說 不是說發聲明 只是在說話 有些是基本事實 不如五個人來到香港 先生的公司還在香港 果明不會放棄跟香港的關係 有疑 這個很正面 真的很高興 跟香港繼續合作 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 香港的滿勢 氣候變化 公共衛生 打擊跨國犯罪 不包括國安那些 任何有利香港 美國的建議 是吧 管一下Google 他不肯 總之打擊跨國犯罪 這樣 沒問題 特別提到 自由令人憂慮 外國教育 這些是不適合的 學術交流上應該擔當關鍵角色 他認為香港 美國領事公司跟不上計劃 恢復兩對大學和智庫的交流 很正面 是吧 你沒有說杯葛你 吵什麼呢 其實這個我看是合派多 熊貓派 不然你一定要說 你不可以釋法 你不可以釋法 是吧 是吧 聽了我講 不可以 那很多人說 不要說聽了我 很多人 我踢爆了 這是我的專業 你說兩成人離開 沒有兩成 只是一成 而且是因為可能 沒有了份工 抗疫 12萬香港人 12萬美國人在香港 我記得這個數字 現在走了15000 那是12% 不是20% 兩成人 他就誇大了 他說香港的零傷環境是令人關注 風險日增 國安影響日常公司運作 這些都說過了 沒什麼出奇 你說你聽說 國安沒有影響你 有嗎 有拘捕你美國人嗎 沒有 提醒北京行動 導致香港人才流失 提醒你 就不高興了 事實上香港人才流失 走了幾十萬人 影響國際金融生肺炎 是的 去了新加坡 他特別提到 說多次 剛才說過 上月人大釋派抗大行政 當局權力 沒有司法監督 進一步破口司法獨立 也是首次回應 政府的回應 一個領事來到香港 在一個研討裏面 叫做有些回應 其實很低調的 很低調 但我已經警告過了 如果你等到美國官方回應 或者他不回應 你突然間就制裁 如果是特朗普你更加要小心 這個拜登就不會那麼瘋的 比較 但是那些手法都相當老辣的 但是你又沒有什麼應對 就是吵架人 吵架人 用來看電影 但是你看到他第一次說了 包括 蔡惠誠港元 英國首相港元 都沒有說過 現在他的級別不是很高 他不是國務院發言人 他不是外交身份 他只是以 領事的政法 在研討會上 講及這些事 其實是很合適的 即是提醒了你 他的立場是這樣 但是你的反應就 相當過分 而且是 粗皮 罵人 吊架人 大放決詞 其實這個研討會還有其他東西 很值得提醒給大家 大家有機會看新聞 照顧 他只要說 他跟美國的商人都說說 小心營養行景 諸如此類 那當然是 瞎一下你的 現在 司法獨立可能有問題 你自己小心 作為官方 其實他是有這樣說的 因為 你可能將來 那些商人有時吵架的政府 我交稅 你不肯保護 他提醒了你 就是有時就是這樣 你要留意 他提醒了你 他不是同一件事 商界還商界 商界想做生意 那你就跟中黨打好關係 在他們來說 官方我們有一個立場 我們不可以說 任由他拉高了 黎智英巴克拆掉他 我們抗議反對 引刺你的緊張 影響你們營商 你們都要接受的 是不是 你們是美國商人 但是不用你跟官方 不像大陸那樣 要你跟黨的 我們不需要的 但是你要知道 國家有立場 我們不說人權化 自從是美國 大約是這樣 你明白他的姿勢 他就是這樣 一定要做這些事 還有一些要說 想入四個月 這樣做到香港受制 中國清零政策 嚴苛 這個不用他感受 我們也知道 嚴苛 打擊經濟 別人叫你不要 你現在開始不是啦 其實有沒有要罵呢 不用咬啦 很多公司反映現運受阻礙 香港已經逐步要開關了 不是啦 開始就沒事了 很多人擔心損失 恢復不過來 幫你擔心 別人 諸如此類 離開了 他有數字說 香港人美國的第七大食品出口市場 原來賣很多美國的東西來 香港人吃美國的東西嗎 一共有三百億美元的食品 和一百四十億美元 服務出口香港 即是 四百五十億 四百四十億 輸來香港 即是 輸來香港 香港多少去呢 我沒記錯呢 2020年 2019年 那個報告 好像是五百多億 現在就少了 少了一百億左右 五百多億 而香港去美國是百五億 即是說美國是有作數的 跟香港做生意 當然啦 香港去美國那些 那些就是以香港名義 香港現在沒有了 所以只是說 我來了四百五十億 那是很便宜的 他有便宜的 所以這麼緊張 幹嘛別人說 都給你這麼緊張 別人說 我有便宜的 所以我不會過份 我做事 美國人沒有東西 顧著美國的資金是很厲害 全方位顧著 如果他真的撤了資金 你就會害怕些 他還有幾百億 幾百億 連賺幾百億 美元 你不緊張 他不會不緊張 是不是 我們這個 幾百億 四百億 是甚麼概念 我們整個政費 一年都是七千八千億 七八千億 等於一半 他 賺錢 香港賺四百多億 他怎會亂來 是不是 我們要懂得看這些 不懂得 很粗 這些外交 聽聽我的視頻 行不行 我幾下觀看問題 你以後美國人有那麼大力 香港他不會過份 有很多事 黎智英那些聲音當然要出 死了就有他 是這樣的 大家也不要太期望太高 是這樣的 現實的看 好了 紫荊長創始人 這個中播數據公司責任董事 黃秋智 好像見過這個名字 你罵他 你自己人 你自己人 黨員 近年大量資金人台流失 到新加坡 可能與拓安法的關 實施求是 不過你快要被人踢出黨 但是重點是國安法 有模糊的地方 你說 我們知道 執行有模糊的地方 並不是國安法 不應該實施 因為國安法 跟紫草爾街全世界國家都有國安法 港法是對的 執行有問題 夠沒有 夠壞了沒有 執行有模糊的地方 喜歡就拘捕 這個白毛高興就拘捕他 國安法就拘捕他 那個小孩不拖又拘捕他 然後說你看李智英就這樣 立場新聞那些 告他 楊潰安 畫過公仔 大日子都這樣做 大日子都這樣做 我們都是這樣做 每年幾千個人 在網上幾萬 每天罵我們 拘捕兩個 沒事的 好小事 人家不敢說 人家就說 你幹嘛拘捕了楊潰案 一單而已 幾多人畫漫畫 明招暗風 尊次都要天天畫 我們有他 對不對 雖然有八成KOL走了 不過還有個八在 又說自己 他說成功因素沒有改變 這個是 紫荊黨的人黃秋智說 沒有改變 香港開放就更加 好 你怪我覺說 這個很明顯 這個Community of Freedom of Freedom of Freedom Foundation 看名字就知道了 又發表 提位 就是支持 香港人民的政策路線圖 報告裡面說 香港已經是國際金融公司 變成了中國金融公司 這就是事實 他的發言人Oliver 講了五件事 我們認為領事講得很清楚 Andros 講了五件事 香港的惡劃有五大問題 第一 香港的法治惡劃 第二 商界面臨電子監控 我們中國 大陸看到的 香港已經開始有了 電子監控 第三是獲取準確的訊息 途徑有限 新聞自由又沒有 這樣不行 資訊不妥了 第二是受制裁的個人接觸的風險 與受制裁的個人 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受制裁 也沒有人敢接觸我 中國對國際社會譴責所受的報火 我們認為2020年 已經看得很清楚 諸如此類 孔浩峰我們已經很熟悉了 這是本土派 不過就是 約翰 金斯大學 政治經濟學教授 香港的 投資者和富豪越來 關注 資金 放在中國的安全問題 這個議題非常值得研究 香港金融中心 被中國 等上海城市最大 最近 被新加坡 所以有錢人低似在香港 越來越不安心了 是不是 為何我還放在香港 我又說香港情況沒有最差 可能更差 恐怖風一向都是 大家都不用預料了 那麼 他 就是 特首就不斷叫搶人財 他說 鎮定經濟 接受 商報宣訪 就說要留三條 一方面說搶人財 叫人留下 那是多矛盾 矛盾也變成統一 沒有讀過辯證 本來就是這樣 共產黨 又矛盾又要統一 可能進一步的影響 整件事 值得 值得看一下 客觀在看那個問題 我們 我們在這裏就知道 我們形容都更差 我都罵得很緊要 又不聽 我都說別人會這樣看你的 別人不會跟你說那麼多 說法治 不要的了 請個律師都不行 你說你說說法治 是不是 然後說這些律師 黃叔六眼 補不倒密 說我們的 外國律師 他走九州法 九州法地區的律師 不可以來失業 涉及國安 不行啊 以前可以的 以前可以的 最糟糕 你說多少人都不會說的 香港的法治不安全 美國想人小心 可能被人拘捕了 你看Google被人要脅 撐得住Google夠硬朗 整個小企業就倒閉了 小企業就被人拘捕了 香港的國安企業 你們小心 領事要說這些 不是有事的時候 美國出聲 美國不必出聲 政府不必理 所以要提醒你們 小心啊 提醒你 你自己帶好關係 酒後門 什麼都好 你沒有關係 就不要在香港做生意 不要在中國做生意 這個事已提醒 政府提醒美國商人 不要就事的時候叫我幫你 不幫 類似啦 這樣也對 他是這樣做 他的關性也會這樣做 風險也要說清楚 我們看到 他也是說事實而已 跟我講的差不多 我講的 我講的 激進一些 我講的激烈一些 我形容得 過分一些 他不是 不是 其實這個總領事很溫和 這樣被人吵架 這樣也被你吵架 好了 就是 看後事如何 我覺得 反正開始審了 黎智英 就快要審了 九月 完美就審了 今年開始 這些司法遊戲 快要審完 我要看 更新 立場新聞案 這個也是典型的 沒有了 新聞自由 沒有了言論自由的典型例子 快要審完 看你怎麼判 是不是 看你怎麼判 我正在看你怎麼判 我當然是 如實評論 是不是 個人角度 觀點問題 不過你聽我說 是得益多些 幾個法學位 唯一一個 夠膽吊架所有 律政司 律師 忠審法官 不是隨便判 有法律依據 你博我 好了 說完了這個話題 今天 值得說一下 因為今早看到這個 罵人的新聞 沒有了 美國人玩東西很陰濕 繼續有了 當然有整套東西計劃了 出招你就知道 我早就說 不會叫英國人出聲 他沒有行動 他有什麼行動 可能一開始 一動就是 制裁 所以那些官聖 老爺 個個不肯什麼事 病啊 我退出審訊 我們看這些東西很高興 你懂得看就很高興 沒什麼關係 關我什麼關係 好 這條片結束了 多謝大家